這幾天的遭遇的經過 可能我的經過就等於大家的經過 我二十八號六點鐘左右 在廣州回到香港 接著回家射下一些東西 我就去了金鐘 八九點到金鐘 去到的時候已經兵荒馬亂 那些催淚彈都不停不停下 亦都很開心 我在個人的生命當中 二十八號 我在金鐘吃了十幾隻催淚彈 超好吃 我吃到最後一隻 吃到我腳都軟了 站都站不到起來 我坐在我身上 搞不定 旁邊有兩個年輕人 拿著我夾著我走 接著我又頂不住了回家 皮膚又痛 眼又痛 周身都痛 吃完這些催淚彈之後 令我想起了一套氣 那套什麼氣 是姜文那套 讓子彈飛 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香港 就被催淚彈 讓它飛一飛 飛完之後 我們就見到 我們這麼多香港的市民 出來 其實 我們跟套氣裡的情節 是有些相同的 姜文在那個情況下 他說 讓子彈飛一陣 我們在香港 也都讓催淚彈飛一陣 我也都在想 如果有機會 有些外類的朋友 來到香港 去問我 香港 最好的風景 是什麼 我會很驕傲 也都很不害羞地跟他說 我們香港最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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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風景 就是我們香港人 不用害羞了 我們這幾天 向全世界展示了 我們香港人的美麗 我們是值得的 我們是當之無愧的 很興奮 我們這次全民醒覺的運動 我們要多謝一個人 這個人 沒有他 我們沒有今日 這個是梁振英 沒錯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曲線的民主人士 他是一個曲線的民主人士 究竟我們這場運動 現在我們一路怎麼走下去呢 到最後 關鍵人物都是他 都是梁振英 我那天在金鐘那天 初初面對催淚彈的時候 當然是害怕的 不知道什麼的 大哥 第一次見到催淚彈的時候 嘩!催淚彈啊! 走啦! 第二次見到他 噢!催淚彈啊! 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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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差不多了 好多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